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 ONE4频道 最近呢很流行一个挑战叫做 No Dream Challenge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挑战呢 你可以hashtag No Dream Challenge 你在面子书啊 social media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比赛是什么 所以今天这个video呢 我们就是要来挑战 这个 No Dream Challenge 不过呢今天这个比赛呢 不会由我一个人来完成 我带了另外三个朋友来陪我一起完成 Hi Hi Hello 对就是他们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Hi 大家好我是Jake 大家好我是安东尼 今天我们来了一位特别来宾 他是 阿财 Hi Hi 阿财 所以呢今天 我们刚刚走进麦当劳的时候 我们决定要买那个 double spicy made 就是双辣就是更加辣的那个 新的burger 可是我们走上去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价钱好像有点贵 所以我们买了真正的no drink challenge 我们买阿拉卡 我们没有薯条没有水 所以burger上菜 OK 所以先说一下你们对吃辣的经验 你们就从阿财开始了 吃辣的经验吧 阿财 阿财 以前我是比较容易吃辣啦 不过已经听了一段时间不 都不大吃辣 所以我觉得应该 今天 有点困难 可能 可能我需要水 可是我听说啦 我听说你吃辣会去床是真的吗 嗯 Dep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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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辣度还是Depens呢 Depens阿 辣度阿 然后还有 怎样那个辣法 闷辣 还是麻辣的那种辣 还是很辣的那种辣 那你觉得这种辣是什么辣勒 嗯 火辣 这样你吃过了辣 可是我觉得这种是粉粉刚刚那种 就还好啦 就像零食那种辣 所以你是真的会辣到清闯 嗯 看啦 不知道 我呢 我本身是 蛮喜欢吃辣的 所以韩国辣没有吃什么问题 但是我相信这个应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啦 我 从来不吃辣 真的 那听说你嘴巴是破了是不是 对 所以我今天特地来找你挑战 而且 对 那我 我 我 我也是不会吃辣的 然后刚好就生病 现在 所以 是蛮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你很明显看到咯 我找来三个朋友都是不会吃辣 因为我注定要赢这个游戏 所以这个游戏的规则是怎么样 就是 不可以喝水咯 不可以喝水然后就 吃完它 所以 没有喝水咯 水最慢的被处罚 3 3 2 1 开水 辣 有没有喝水咯 为什么我吃到豆芽的味道 我吃一点 我吃一点 我吃到咸咸 我吃到咸咯 我吃到咸咯 哇 这比KFC还辣 哇 奇怪 所以忘记得能讲 这很难它是连KFC的辣的那个皮啊 它都不能吃了 好猛啊 我吃到咸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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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咸 哦 哦 我看 我看 我又是觉得什么 我今天就很夸张 没有蒸的辣 看 他吃辣 他吃辣吗 哦 还好 不是辣 他肉好酷哦 他肉很嫩 他架起来蛮合理的 他肉两片了 他这么大 他完全是没有骨头的 而且他肉又厚了 哇 哇 这个是我的 骨头 这本就骗人了 那有头发 不可以 那这样子我就最后个 我放去都不到 我觉得我刚才太小翻了 我可以先喝水吗 不可以 要到我吃完了 不可以 那你是觉得你吃不吃完 真的是辣 我放这都不到 你看 不可以放气 我可以吃辣 不可以 然后他吃辣 哇 鼻子红尿 刚才随 Whoops 我的天 鼻子红尿 不 EVERY temps 马上加疯 什么 好 做得之陈 Yup 没有辣 越来越辣 Senci 我急 快点吃完 versucht我越来越辣 嗯 演唱有什么 个iety 儿子 Ja 你怎样能够吃这样快 不发力 你咬不用咬 我让那个面包抹在我的舌头上面 这个有策略咯 不然太辣 你有没有吃过韩国拉面 我吃过 我吃过 我吃一口就吃不下 它的酱料没有放 我是没有放碗的 你咧 有啊 上次给你一起吃 你能吃吗 为什么你还能拉到这样 这个还好 也是 这样你韩国拉面吃一口 你就要死了 我吃一口 而且就这样没有放碗 我就咬着你的最后一口 然后在镜头面里有讲话 讲出你的感言 半包料 我还配上面的 韩国拉面讲得吃了 那个辣是在舌头那边 所以现在我们今天是十月三十一号 所以现在刚好是凌晨十二点多 所以今天是我们保姆附导安托尼的生日 耶 所以今天是二十岁的生日 所以有什么话要对你的观众说吗 哈哈哈哈 就希望身边的所有人 还有 所有支持我们的人 都 可以身体健康 世界和平 来点音乐 来大声 大声 来 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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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一个微电影 也是微电影 网络剧 网络剧我们三集来拍 名叫保姆 你可以按这一边 或者是你按楼下有三集 记得要看完三集哦 谢谢你 我说现在都是他们 丁 丁 没有拍到 你打到我了 丁 丁 没有看到刚才这么安静 对 我人是第一次被炸 对